唐浩恢复断置后的魂力等级 唐浩看着自己的右臂 有些惊奇的钻紧右拳 魂力顿时流淌如他的右臂之中 淡淡的黑色光芒从他手臂上释放出来 他感觉自己的魂力瞬间就从79级冲回了80级以上 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 这新长出来的右臂没有半分不适的感觉 灵动有力就像断臂之前一样 甚至连魂骨自带的所有能量 都已经与他自身完全的契合 这就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右生 这个技能可以达到的效果了 唐浩这条断臂已经存在六七年的时间了 之所以能够在恢复之后立刻达到这种效果 那是海神之光的功劳 海神之光让这个修复的过程变得完美 在唐浩为新生的右臂而喜悦的时候 唐三的海神三叉戟再次动了起来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唐浩的左腿之上 恢复整条左腿足足用却了一个时辰 唐浩也承受了更多的痛苦 可是有新生的完美右臂做唐浩的精神支持 恢复左腿的过程中 他看上去神色还是要轻松几分的 直到左腿完全修复之后 他的脸色才变得有些苍白 虽然蓝云黄右腿骨传给他不少能量 但整个修复过程还是很费力的 再只两只对唐浩自身血气的消耗 还是不小的 唐三再给父亲服下一颗药丸 然后在唐孝的安排下 陪着父亲来到一间近视 准备帮助父亲立刻开始修炼 他们刚一出门 阿盈和小五就看到了四肢健全的唐浩 阿盈小冲上来却被唐三用眼神制止了 随后他向母亲比了一个手势 虽然这是唐三第一次帮人重接断职 但他整个过程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恢复之后的这段时间对于唐浩来说是最重要的 当初断职让唐浩损失了二十几回日 现在能够恢复多少 就要看你之后这几天了